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分享 首先,许多人在早晨醒来时总是被刺耳的闹钟声惊醒 这样的经历可不太愉快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替代品 比如日出闹钟 这些闹钟能模拟自然日出 让你在柔和的光线中醒来 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NBA的消息 费城76人的明星球员恩比德 刚刚与球队签下了一份价值近2亿美元的合约 这份合约不仅让他成为NBA历史上最赚钱的球员之一 还让他有机会在未来几年内为76人争取总冠军 球迷们都期待着他能带来精彩的表现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丑闻 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罗宾逊 因为一些争议言论而受到批评 这可能会对2024年的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这些丑闻的曝光 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正积极利用这一点来削弱共和党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 报道 随着2024年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以更自然的方式醒来 尤其是那些对传统闹钟的刺耳声感到厌倦的人 专家们推荐使用日出闹钟及黎明模拟器 这种设备通过逐渐增强的光线 来帮助人们自然醒来减少早晨的困倦感 经过对多款日出闹钟的测试 Lumi Body Clock Locks 700FM被评为最佳选择 因其优雅的设计和多种功能 如蓝光控制和蓝牙连接等 极大的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此外 Philips Smart Sleep和Dekala Archis等产品也因其异域设置和技术集成而受到好评 适合不同用户的需求 CNN报道 费城76人队与球星乔尔·恩比德 达成了一份价值近1.93亿美元的合同延长协议 这份为期三年的合同包含球员选项 让恩比德有机会在2028年之前继续留在费城 恩比德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费城的深厚感情 表示希望能为这座城市带来NBA冠军 他在过去的赛季中表现出色 尽管阴伤缺耳 席了一些比赛 但仍然在场上的表现令人瞩目 场均34.7分 11个篮板和5.6次助攻的成绩 让他成为NBA的顶尖球员之一 CNN的另一则报道指出 针对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暴力犯罪率上升 参议员J.D.万斯将责任归咎于副总统哈里斯 及其对移民的政策 然而调查显示 万斯的数据存在误导性 斯普林菲尔德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的谋杀案数量 实际上比在拜登哈里斯执政期间要多 此外 地方检察官明确表示 近期的谋杀案与海地移民无关 反而是由于小社区中随机事件的波动 导致了数据的变化 整体来看 万斯的说法未能准确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 且对数据的解读存在明显的偏差 美联社报道 滨州州立大学本周移除了校园内 近30个独立学生报纸的报刊架 原因是这些报刊架上的与政治相关的广告 违反了学校政策 美日学院报表示 他们并未事先被通知报刊架的移除 也不知道这些架子被存放在哪里 报纸提到 有约35个架子分布在校园内的各个建筑中 其中三个架子上刊登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广告 六个架子上则有选民登记的广告 尽管从校友和学生那里 收到了反馈 但并不清楚这些评论是支持还是批评 报纸的总经理维恩·洛曼表示 他并未被告知移除报刊架的计划 并对学校的决定表示不解 CNN独家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于周五推出了一则新电视广告 试图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与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 马克·罗宾逊联联系在一起 广告名为都错了 展示了特朗普对罗宾逊的赞扬 与罗宾逊反对堕胎的言论交替出现 此广告是哈里斯竞选团队 在选举日之前370万美元广告预算的一部分 将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多个节目中播出 与此同时 哈里斯在乔治亚州发表演讲 强调特朗普在推翻罗伊素韦德案中的角色 指责其极端的堕胎禁令 影响了女性的生命安全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表示 他们将确保选民不会忘记 特朗普和罗宾逊的极端立场 雅虎新闻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将在周五晚上 与麦迪逊举行一次竞选集会 作为他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总统竞选的一部分 预计哈里斯将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10分 抵达单线区域机场 并于晚上6点30分在埃利安特能源中心发表讲话 这是哈里斯首次访问麦迪逊 也是他自启动总统竞选以来第四次造访 威斯康星州 他的最后一次威斯康星集会 是在密尔沃基的一个体育场举行 密尔沃基日报将对该事件进行实时报道 确保关注者能够获得最新动态 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对丑闻缠身的州长候选人 马克·罗宾逊表示持续支持 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则推出了新广告 将他与唐纳德·特朗普联系在一起 近期的民调显示 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鲍伯·凯西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挑战者 戴夫·麦克·科米克 领先幅度在4到9个百分点之间 此外,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和全国共和党 正在起诉州选举官员 试图阻止选民修正邮寄选票的技术问题 在科罗拉多州 共和党也卷入了一场与选举相关的诉讼 而白人男性支持哈里斯联盟 则启动了一项近1000万美元的数字广告活动 Yahoo!US指出 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代表 杰夫·杰克逊表示 罗宾逊在色情网站上发表的 种族和淫秽言论 可能会影响2024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杰克逊提到 罗宾逊的丑闻可能会对选票产生决定性影响 尤其是在北卡的选举 大多是5050的情况下 尽管罗宾逊否认了这些言论 并誓言继续参选 但他的言论已引起广泛关注 甚至可能使特朗普的竞选计划受到威胁 杰克逊还指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正在全力以赴 争取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 显示出民主党在关键战场州的决心 美联社补充报道 罗宾逊将不会出席特朗普在北卡的集会 因CNN关于他在色情网站留言的报道 引发的争议 尽管他在初选中胜出 但近期民调显示 他在与民主党提名人 乔什斯坦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罗宾逊坚称 不会因恶俗的八卦谎言退出选举 然而他的言论历史和此次丑闻 可能对共和党在其他关键选区的前景造成影响 北卡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民主党人利用这一机会 在社交媒体上加大对罗宾逊 及其与特朗普关系的攻击力度 试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占据优势 Yahoo US 报道 北卡罗莱纳州副州长马克·罗宾逊 因CNN关于他在色情网站留言板上发布的言论的报道 将不会出席前总统特朗普在该州的集会 罗宾逊曾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常客 特朗普甚至称赞他为马丁·路德金的强化版 然而随着CNN的报道引发的争议 罗宾逊的竞选前景岌岌可危 他否认了那些包含种族和性别评论的帖子 并表示不会因低俗的八卦谣言而退出竞选 尽管罗宾逊在初选中获胜 但近期民调显示 他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乔什斯坦 罗宾逊的历史性言论使得他在竞选中面临极大压力 政治学教授克里斯·库珀指引出 选举结果将对共和党在国会的控制权构成威胁 民主党人则利用这一机会 通过社交媒体展示罗宾逊与特朗普及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合影 以此来抨击他们的关联 罗宾逊在2020年当选副州长 曾经历过贫困和个人破产的艰辛故事 民主党州长罗伊·库珀对此表示 特朗普和州共和党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支持罗宾逊 现在他们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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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